给一个亿给一个亿来看听得到吗 你没用着这个月份 ok 听到 我的声音吗听到 ok 谢谢 Irene的太阳饼好像很好吃 哈哈哈哈 ok 比较奇怪啊 因为我是吃货来的 我很喜欢这东西的 哈哈哈哈 ok ok 所以很感谢很感恩大家 啊今天呢一样的很感恩呢 给呃第一个情形感恩呢 呃和大家一起啊在这边共在在相聚啦 ok 第二个感恩呢今天是 呃一个很怎么讲啊 很稀有的 ok 那么早啊 ok 我就回到回到我自己的office 因为我平常呢都是在家里啊 反正给你们今天早上啊 叫进来office有点事情做 所以这个背景完全不一样啊 ok 第三个呢 ok 也是一样要要感恩呢 感恩就是啊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因为呃在前几天啊前几天 因为可能就是刚刚呃他们巴萨拉玛丹 对不对 巴萨拉玛丹我就吃很多煎炸东西 整个身体很乐啊 还好就呃喝很多的乳肺喝很多的水啊 结果就ok了啊 那天真的是呃很早就休息 很早就睡觉 所以真的是啊 三个感恩今天的心情呢 ok so呢ok啊今天来office呢就是可能就接一下上个星期没有讲到的呃 呃 五五级领导 ok 你的去呢有五个里的去的 ok当然还没有拍子之前呢 因为呃上个星期在呃 米M的特班亚基呢就有 share了一些故事就学了一些故事 所以今天呢同样的一个故事来做一个开始 ok 早安Seline早安维娜早安上线 ok早安小天早安艾琳 so这个故事很简单 有没有啊 我有参一班朋友了 这班朋友呢 呃有些没有见过面的哦 呃大家都很喜欢什么 大家都很喜欢三国演义的 给三国演义哦 ok啊不懂大家有没有去看过这一本书 这样的洗碟后的一本书啊 ok 我已经满得空的时候了 满得空就是 我可以在不同的版本我相信我看了 呃超过六次 超过六次 但是我这班朋友啊 ok他们研究三国演义啊 是更加的精髓 更加的精髓 因为他们已经是 我已经是开始运用 呃三国演义里面的东西啊 拿来运用在他们的生活啊 ok 用在他们家庭啊等等等等等等 ok 所以三国演义里面呢 有一位主人公啊叫做刘备 我叫做刘备 ok 刘备呢 刘备呢 他底下呢有五虎将 ok 事实上呢刘备的呃厉不厉害呢 刘备打 又呃讲厉害打 他又不够呃 关羽啦张飞啦马中啦赵云呢 啊还有一个 你会叫什么名字呢 啊 ok ok 不够这样啦 ok 啊他们 呃刘备真的不厉害打的 但是为什么刘备这个人啊 ok 他能够 吸引到人才 进到他的呃 刘备公司刘备公司啊 ok 因为就是最主要他是本身 有一个很强的一个领导力的 因为记得在书中啊当刘备要去世的时候啊 ok他就跟诸葛亮 ok 跟诸葛亮 ok 跟诸葛亮说什么 ok 啊呃 诸先生 ok 诸葛亮先生 ok 啊我不行了 ok 林北要提早升天了 林北要提早升天了 所以呢啊这间刘备 刘备 沈迪南北哈呢 ok 不要说假的刘备 刘备 沈迪南北哈呢 啊就交给你去打理 ok 你可以自己成为这间公司的啊 CEO ok你不需要把这个位置交给我的儿子啊 就是阿斗啦 ok 就是阿斗啦 ok 结果呢 诸葛亮呢 还是把这个CO位置呢 给留给了阿斗 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诸葛亮就什么东西 自己做 结果累死 结果累死 打仗又是他 去砍人 砍人杀人 也是他 全部东西都他都要做完 所以有时候能力太强呢 好还是不好呢 很难讲 很难讲 这本书呢 叫做OK 今天给大家翻这本书 就是这本书了 先让大家看一看 这本书叫做Good to Great 这本书是一本非常难 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难掌握的一本书 怎么来讲呢 我并不觉得 给我有办法把这本书呢 完完全全掌握到 非常好 掌握到非常好 为什么呢 他里面所讲的东西呢 真的是非常深 真的非常深 这本书呢在2001年的时候 他已经出了第一版 出了第一版 OK 而且中文版呢 如果注意看呢 这边写到 中文版是 已经印刷了超过24种 OK 这本书 他的作者 Jim Collins呢 Jim Collins呢 他一直研究 全球500大的公司 500大的公司 他就选了一些非常厉害的公司 为什么在公司啊 在20年里面呢 OK 他们都能够 稳守在全球500大的公司 那这个是 他研究这公司过后呢 OK 他就发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OK 这个 所以说一说 第一章节就是 优秀是卓越的大敌 优秀是卓越大敌 呃 我我本身加入佛文呢 从加入到现在 OK 就算是拿到 呃 真正做了 真正做算起来是大概整20年了 20年 OK 就之前是consumer嘛 我就看到在博文呢 有很多不同的Leader呢 有些上 有些人上 有些人下 有些人很厉害的来 但是呢 又进脚敲的走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们啊 一开始是很厉害 但是他们优秀 他们不能去到一个卓越的一个 呃 一个阶段 OK 如果大家啊 昨天 昨天啊 昨天有听啊 有进BM的那个Tapanyaki呢 当然是会分享到很多 OK 很多 所以呢 这个也是优秀到卓越的一个 呃 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先分享这一本书里面的一个内容 啊 这个真的要快 OK 真的快 OK 大概大概 我是拿一个简单的一个什么 呃 简单的一个mind map OK 这个啊 啊 思维导图 OK So 卓越呢 不仅仅是做到最好 而是在特定理念表现中 非凡的成就和领导力 OK 具有创造性和长眼的影响力 为什么有些人进到来 很快 但是他们离开又很快 快静静 会慢慢会变成 因为就是他们原本就很优秀 但是他们突破不了啊 就让自己优秀啊 限制自己 没有办法再去 学习再让自己的能力呢 再去突破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可以做到最好 OK 这本书优秀到卓越嘛 所以有每个人都很优秀的 怎么从优秀 good to be great from good to great 你们是from good to great OK 所以要怎么突破这个 优秀的一个限制呢 去到卓越呢 优秀是一种局限 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才能 有不自己的厉害的地方 但是呢 如果要能够实现卓越呢 一定要不断挑战自己 OK 挑战自己要求自己在 个人或者组织里面呢 不断的进化 不断提高自己的表现 永远 呃很多时候很多 很多人觉得 我们呃 很多伙伴一直在冲东西 一直在冲东西 不是我们因为看 好像我 零qualify mallation rally level 4 level 4呢 讲真的 呃只是两张ticket 360块钱 我没有吗 我买不起ticket吗 我买得起ticket 但是因为我要追求的是一个作业嘛 所以很多时候 大大小小的incentive 我们都去追 我们不是看他的价值 我们是看我们在追这个incentive的过程呢 我能够学习到什么东西 让我自己的呃能力呢 提高到另外一个层次 OK 这本书所提的这个是关于一个 呃企业的 可以关于企业的就是 OK 卓越的企业啊 给和领导者 必须拥有一个清晰的愿景和目标 OK 愿景的目标 这个很简 这个 蛮蛮刺激一下的 OK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过嘛 分享什么东西呢 我说 我也是打算要 出自己的一本书 自己的一个自传 当然 怎么办来开始呢 我真的不懂的 因为我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打算 就是 我要把我的故事 就是一个很宅的一个人 又没有什么条件 又没有口才 能够让这个故事啊流传啊 让更多和我同类型的人 OK 能够受到一个影响 受到一个影响啊 OK 所以 这个就是我自己要的一个目标 很很远很大 我未必做得到 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肯定会让我自己迷失 可以能够在变化里面呢 变化的节奏挑战的环境中啊 可以一直的往前走 当然做佛我呢 没有一帆风顺的 我 我相信每一个人师傅啦 我呢 还有很多MDM 大家都一模一样 大家都经过很多的rebound 经过很多的不同的 挫折 被很多人sa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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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我们在一些挑战里面的 我们的成长 成长 OK 到了第四啊 这个我就今天快快生怒 给优秀的领导力 Joy的领导力特征呢 就包括能够激发 呃那个激情 我们的那个热忱呢 很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做佛我 我们永远要保持那个passion 就是那个热忱那个激情 对佛我产品很喜爱 对制度很喜爱 对佛我的一切一切都很喜爱 对BI呢很喜爱 对BI的系统很喜爱 对BI的所有的上线的伙伴啊 螃蟹啊 呃下线全部的 这个就是一种热情来的 然后呢 塑造一个验警 塑造一个验警的 就是让大家看到 哎 原来我们还能去到根源 不是这种地步 所以为什么呃 师傅会帮 会做一个 来MDM 因为MDM呢 看起来 很多人觉得哎呀 哪一个 呃 那个block罢了吗 一个block罢了吗 一个 啊 奖牌罢了 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marketing来的 什么事情呢 我们都如果给我的角度来 现在角度来看 我是说 从marketing来看 从marketing来看 他是能够帮我呢 制造 创造另外一种一个marketing来 因为MDM呢 在别的行业 或者在呃 别的传销公司 是没有存在的 是没有存在的 但是因为在BI存在呢 这个就是能够帮我们rebranding 这个就是能够帮我们做一个marketing 所以这个愿景就是 每一个人呢 都可以成为一个MDM 然后呢 售钱呢 售钱行动很简单的 以前我做Forward呢 呃 讲真的 西北类的 为什么西北类呢 给每一个下线呢 他们qualified globally qualified CBIM qualified一个manager 全部poster的我要做的你知道吗 所以很累很累很累 后来有一次呢 我们就manager meeting 我就跟所有manager讲 ok以后呢 poster 你们自己做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也是要 打造你团队嘛对不对 如果因为自己做啊 你的下线 你的下线 一直有帮我做 可能5cc啦 有做AA啦 可能有做很多很多不同的poster 所以呢 就会有那个领导力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学一种什么 就是要empower 就是要收钱 最怕就是一种就是 很多人的东西都自己做到啊 就是诸葛亮为什么会累死 三观影 为什么诸葛亮会累死 就是因为他不会收钱 他不信任人 全部东西都要自己做 然后建立信任和推动改革等等 ok 呃 推动变革等等 因为呃 我们都知道现在社会一直在改变的 我们不可能不变的 所以我们 为要做的就是 让每一位伙伴 最佛伙伴呢 我们都要 相信每一位 和大家一起在一起 因为呢 我们不懂哪一天 我们上的时候 可能我们不太需要到呃 旁线的支持 这样子 但是我们到的时候很多时候 就是在旁线啊 上线啊 下线 一起来支持我们的 这个就信任的很重要 为什么人家愿意帮助你呢 就是因为他觉得他信任你 你信任他 好像那天星期四 我上个星期期我所讲的 为什么人家在Facebook找你 因为一个信任 然后呢作业的领导者 不仅能够的生活 工作中表现优秀的管理技能呢 还能够影响 OK 或启发下属 引领他们的实现更高的成就 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 他跟我说一个东西的 OK 在这个时候呢 在这个世界上呢 不是我们做多厉害 而是我们的团队里面呢 有多少个领袖出现 而且呢有多少个领袖呢 会比我们的厉害 在最重点就是 那是领袖比我们厉害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一直在进步 我们在我们在进步 你就更厉害 所以我们的大家呢 都是一直在成长成长成长 成长成长成长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哦 书中已经要领导的五个城市 领导的五个城市啊 就是讲着日本就说蛮有意思 看两篇三篇四篇五篇呢 每次看都有不同的感受的 OK 第一级的领导呢 这领导呢 可能就是有个人的专业的 我们看到可能 可能一些在工作的环境啊 我们有一些新人进到来 他蛮厉害的 蛮厉害的 他们做他们 他做他们做事是很厉害 他们可能做演讲蛮厉害 他们做什么东西 某一个地方呢 他们都是非常厉害的 他个人的领导 他个人的能力很强 个人很强 但是啊 他是solo来的 他没有办法去带领员工 没有办法去做到企业文化 因为他完全是个人 完全是个人 自己的爱意 在这个时候呢 很多人就是限制在这一边 只是觉得个人厉害 他们不会去培养 呃更多的下线 更多的伙伴 但是如果能够跳出来呢 一定要跳出第二级的 第二级是什么东西呢 OK 第二级呢 在这个层次上呢 给在这个层次上呢 OK 啊 领导者开始有自己的一个 团队给建立密切的关系 这个时候可能是 啊 啊 举个日子讲 可能你上了 superwise了 上了am 开始很多伙伴了 开始很多伙伴了 OK 那开始跟着伙伴了 慢慢有一些activity啊 可能一起在做GEP啊 可能一起做 呃 开poop等等等等 开始会聆听呢 哦他们需要什么东西 哦你要GEP啊 OK 好了 我我们做哦 你要NDR啊 对我们做 OK 在建立那个 团队的一个合作和一个新的 这个是第二阶级的 再跳上去的话呢 OK 记得from good to great啊 OK 从优秀我们在 第一次跳 不能够停留 不要停留 到第三阶级呢 在这个阶段阶层上面呢 领导者也更有效率的 OK 更有效的 呃 呃 成为团队的引导者 OK 他们会将自己的任务和目标啊 跟员工 或者是跟伙伴的目标啊 大家联系在一起 而且大家一起去实现的啊 几个例子 几个例子讲什么东西啊 OK 啊 我们多少个人去qualify OK 然后我们去那里玩啊 去美学那里玩 如果啊 那然后呢 我们多少个人的qualify 这个啊 Elite AA 说Elite AA 或者Solid AA 这个啊 Dream course 这个trip 所以就把这个目标呢 和大家一起捆绑在一起 然后呢 鼓励呢 他们一起 给合作实现这个目标 同时间呢 OK 他们也需要在团队中 建立一个文化和价值观 激发 OK 员工的一个领导 一个伙伴的一个 呃 一个一个一个动力 为什么会有incentive呢 人是追东西的 人是追东西 好像说我们知道哪个伙伴 他是 呃 值得去培养的 就是因为他在追东西嘛 他是追incentive 这个当他追incentive之后啊 OK 所以他这个人 因为在一个整个团队里面 有一两个人追incentive啊 他就能够激发到别其他的人 如果师傅常交过的 这个是一个 Superstar的一个effect来的 Superstar的一个effect来的 而且呢 如果这一两个人在追的时候呢 有些人就会marking他们 marking system嘛 他们就marking这些人呢 一个两个人追 整个团队就会一起追 OK 到了第四级领导呢 第四级呢 这个城市上呢 领导值更要加以啊 不是只是看短期的一个incentive 但一个更加长期的 OK 可能一年两年 有那有多少个一个manager 有多少个CVM啊等等等等 他们就会策划 而且因为可能有新的lookie 这样子就会带来新这个团队里面 一直有新的新学 OK 就是我们呃 9个价值观里面 有一个叫做lookie嘛 就是有一只新学新学 因为只有新人啊 新的人在冲着 那个组织才有那个活力嘛 大家就能够一个长眼的一个呃 规划在那规划 OK啊 还有一个战略的方向 OK 到了第五级领导在这个层次上面呢 OK啊 不简单 OK真的不简单 他需要呢 更高层次的领导 一个呃能力和一个指挥 他们拥有的很多的知识啊 深厚的知识 能够看透问题的本质 能够在问题里面呢 找到答案 能够在问题里面呢 找到那个趋势 而不是把自己的呃 遇到的问题啊 OK 会把他很悲悲观化 会把他悲观化 OK 而且能够领悟人 人性和情感 觉得人是很多时候 哎 能够give and take啊 不是说太硬做人 OK 就是一直逼人逼到死 我们很多时候 就用一种情感来交替嘛 有些人可以用硬的方法 有些人要用soft的方法 所以到这个阶层阶段呢 就是软硬 呃软硬坚实 他们能够建立信任支持的关系 激发他人内在的一个潜能 OK 我记得早期我们 在做offline的时候 做永久兵法的时候 我记得是师傅一个人呢 讲完整套的 呃永久 永久兵法 永久兵法 OK 永久兵法 啊 到现在呢 每一次kickstart的时候 都有很多不同的leaders 都能够OK 站出来 就因为师傅激发了我们的每一个人的潜能 OK 在 在每次都很happy happy 就因为这是在团队中啊 给营造积极的工作气氛 OK 这个呢 哇 5集里面还在分整个整个可能print screen 我最快速度啊 多两分钟 OK 第一个呢要神感 要神明感 OK 超越自我的一个神明感 永远empire empire就是在 9个价值观里面 忠诚 yakin danstir 忠诚自己 领导职 给团队 给组织价值观 啊 这个有基础 要有情感 这个就是 啊 啊 这个eq啊 就有这个很很高的一个eq 给能够去鼓励他能 能够接受 呃伙伴比我们更强 给这情感 OK 然后呢 要很真诚 很真诚的去对每一个人 不是耍太极啊 等等等等等等 OK 然后第5 能力表现呢 能够在复杂环境中啊 还能够给 呃 遇到问题 不是散开的 你的 你的 OK 遇到问题呢 还是和很多伙伴站在一起 OK 大家去打仗 去克服那个 那个问题 OK 里面呢 还包括 有 很远的一个洞察力 OK 很宽的一个洞察力 OK 能够领悟人性的一个 本性情感 宽容 包容力 就是能够accept 所有的 问题 所有的人 OK 能够接受他们 OK 建立新任度了 OK 大家能够都很好的团队沟通 个人沟通 然后呢 一直要去学习 也不能够间断 学习 OK 所以呢 简单呢 就讲完了这个 呃 五级领导 五级领导 这个就是给我们 给我自己也是一模一样的 OK 看我怎么去 呃 学习 看什么 所以这是我在重看的 为什么重看的 因为在 Winner School就有听到 Dartok CG他讲到 呃 普人是领导嘛 然后我想起这一本书 OK 所以我就拿来 看一看了 结果哇 那个再重看的 原来 那个味道 会更加更加的深 OK 好 刚才有一个呃 要求啊 给一个要求就是 Everlyn呢 她等下有点事情哦 做非常的赶 所以呢 OK 就 Everlyn 等等 排第二个啊 排第二个啊 OK 现在呢 先可以邀请 Everlyn Everlyn 有在吗 来 把麦交给你先 来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紧张 等一下 我从 我从这个地方 跑出来 因为很兴奋 那可以跟他多了 我打定喝茶 所以 旁边有吗 所以 大家早安 所以我是在路边 跟大家分享的 OK 所以呢 呃 分享三个心情 OK 所以就是很紧张 然后也很兴奋 对 也很兴奋 然后 呃 也有很 这样讲啊 就是 很大的这个 这个积极的 这个动力咯 因为现在正在 为着自己 要争取 这个 F3D Level 2 啊 因为我 承诺自己 要在马来西亚人力 我要上台 拿到这个 F3D Level 2 所以是很兴奋的 OK 所以就分享 这个整个 星期里面 的那个 那个什么 经历的事情 OK 为什么 因为前几天 我中了一张 三万 对不对 因为以为 星期五 乱乱 是不会中 三万的 那你知道 我就 在那个 CORNER 那个 那边 然后 那你知道 原来警察 也有 带 我有做工了 就 拿到了一张 三万 我讲 哈啰 够力了 拜五 中三万 不懂会怎样 所以我就 礼拜天 就过去 OK 要去还那张 三万 结果他就讲 他讲 不然你的三万 没有进到 System 我讲 这样子不用进 就可以Cancel了 我就不用还了 他就讲 你可以 他讲 OK 我现在帮你进 然后也因为 这样子 就赚到了 一个机会 进去他们的 这个Office 里面 当然那老毛病又来了 我们是做到哪 分享到哪 所以就拿了 这个Name Card 过去给什么 给那个帮我 处理 我 Key in我的单的 那个 那个Sergeant 你知道吗 然后过我就跟他讲 他问我做什么的 我就跟他讲 我是做 Forever Living的 我是专门 Supprime Markanan Suna的 然后还有 全部我都讲 知道吗 结果他就讲 OK 他讲 你有Name Card 我讲 有 然后我 不要单单 只是给Name Card 因为给Name Card 未必人家会打给我 对不对 所以要很聪明的一点 就怎样 同时拿了对方的电话 OK 所以就拿了对方的电话的时候 在离开警察局的时候 就 就WhatsApp 他讲 Thank you 谢谢你帮我 然后也因为这样子 你知道吗 星期五晚上 OK 因为他们瓜色 白天不能够做什么 不能够出去 所以就晚上怎样 所以拜五晚上 就可以有机会 把他约出来 做这个示范 而且对方呢 也非常乐意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往往 每次从上线听到的 我好的未必是好的 不好的未必是不好的 所以我觉得 只要保持这个正能量 很多东西会自己来的 然后还有第二个东西 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什么 因为我们既然 大多数都是 马来人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 在这个瓜色期间 是会遇到很多很多的挑战的 因为如果我们要打马来市场 就会遇到了一些 很大的挑战 所以其实在 还没有瓜色之前 我们是 我们的小组 是有做一个 event 是要做在cafe 是给大家来 try这个product的 那直到last minute 突然间不能了 所以 我们也没有因为不能了 我们就感觉到沮丧 感觉到 没有办法了啦 就瓜色就瓜色了 没有哦 因为我知道 等一下我写下来 我要讲个东西 我很喜欢写字 等一下写啦 因为我知道一样东西哦 OK 成功人是想方法嘛 对不对 所以呢 那时候我就跟他们讲 这样就行啊 就算没有地点 没有关系的啦 我们就以小组 我们就以小组 小组的方式 去到每一个 fighter的家 然后去到每一个顾客的家 然后跟大家分享 很棒的这个 Ramadan派 所以那时候 我们就有做了 卤会啊 鱼油啊 蜂蜜跟阴阳粉 应该我们还去找 那个blender 那种USBblender 然后blend给大家喝 所以做了三场的 这个反应的 这个impact都很不错耶 我们只是很简单的 过去在晚上九点过后 我就是跟大家分享 这个Ramadan 然后把那天星期二 系统日啊 City Ravida 还有之前 MDM Rawani啊 全部都有讲到的 这个slide哦 我就跟他抽起来 一些重要的 然后就在那里呢 跟大家分享 所以呢 就是一个很 Android的方式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Ramadan要这样子 来达到一个健康 所以impact也很好 而且也谢谢公司呢 有这个小配套 因为呢 你把三个小配套呢 融络在一起 就变成一个大配套 当你变成一个大配套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那边 跟大家 哎 有四个免费的产品 可以选择一个哦 所以那个顾客就非常觉得 哎 很棒很不错哦 他就会心动 然后他就会心动了 OK 所以呢 记得我们不要因为 环境的这个逆境 而觉得已经是死了 不会的 然后我们是要不断的去解决 因为成功人士 就是要解决所有的难题 把所有的难题 变成没有问题 OK 然后呢 OK 我要先谢谢 谢谢Ari 谢谢你给我先分享 还要谢谢大家 然后最后一样东西 就是什么 最后一样东西 就是3月30号 是我讲课 小蜜蜂四宝 OK 因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 我有跟阿逊上线讲 我讲 上线其实我很怕的 我又想讲 我又怕 要不然你替我 那你替我 我就去讲 结果 感到那 赶真上线 愿意替我一把 所以平时都是 自己去讲 Daddy Use的 可是我觉得 我们要进步 我要进步 我要进步 就要去学习 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来提升自己的 这个价值 就很像阿力 每次跟我讲的 价值是要 自己去提升的 所以我就觉得 我一定要进步 所以我就讲 OK 我决定了 我要讲 蜜蜂四宝 OK 我要讲蜜蜂四宝 所以在当天晚上 也会分享自己 顾客 所吃的这些 所带出来 这个美好的 这个见证 OK 所以这个就是 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当然还有目标 设立很重要 OK 我去年目标 设立要走 红地毯 赶直接走 我就走到 红地毯了 所以今天目标 设立就是 我告诉我自己 我一定要刷下 F2D Level 2 而且我告诉我自己 我承诺过我自己 我要成为一个月 收入25到30千的人 这个就是我现在 在标着的东西 所以人一定要有目标 要有方向 而且方向要固定 目标要固定 不要因为环境 就开始转变 没有的 我们不会因为环境 怎样而改变了 我们的目标 我们反而因为环境 而去更加追逐 我们的目标 所以呢 谢谢大家 I'm Evelyn I'm forever Yes Norini GoGoGo MillionA 所以大家一起加油 拜拜 OK 谢谢Evelyn 我觉得很坏蛋 每一次我都 推 对伙伴呢 去讲课 有时也是蛮好 因为 勾一勾一下 能力的潜能 你看 Evelyn那种 很怕很怕很怕 你看他分享的时候 真的会怕吗 真的不会的 但是他每一次 我印象中 每一次要做MC的时候 要去讲课的时候 他真的很怕的 他们在 我们在后台 在外面的时候 整个人很紧张 很紧张 他一上台的时候 就是 简单来讲 就是好像 十秒钟这样子 所以每一个人 都有个突破的可能性 所以各位伙伴 OK 接下来 你要接受挑战的吗 接受挑战的时候 OK 真的 找你的上线 OK 看看有什么地方 还要再突破的 OK 好 现在把时间教会 交给Erin 来 OK 我看了 我现在应该还是两分钟 因为我顾客 11点就要到了 我每次拜二 我要分享 就 很多顾客都是要 在拜二早上来的 所以 上个星期 我也是有一些小听得 其实有时候 我自己分享过后 我自己也忘记 我自己 有讲过什么 会去要去回顾一下 就好像 我其实会跟顾客分享 Forever的事业 或者是产品 但是我漏了一样东西 就是closing 这closing每次我都会 就是没有踏出那一步 就是那个框框没有走出去 这个是我的问题 不是 就是恋到人的问题 是我的问题 但是我 昨天Coxone有跟我讲到 我曾经有分享过 一段东西 就是你爱他 你就要 closing他 证明你不够爱他 所以你 你没有closing到他 所以 我们很相信 我们的产品 也很相信 我们的公司 很相信我们的制度 但是 就是不够爱他 所以我没有closing到他 所以这个是我的问题 所以我又很好的 反省我自己 去思考回这个问题 就是 其实讲到完来 我的信念没有很强 我的信念没有很强 变成我会有在那个 犹豫的边缘当中 这个是我自己要去 进步的一个 一块东西 然后 刚刚 Sean有分享到那一本书 他讲的 领导人的 那几个优点 那必须要 做出的那个 就是改变和 就是要变得 不是只是优秀 要错越 所以这个也是 我应该要去学习 要学习的东西 因为 没有一个很好的目标 你就没有一个 很好的方向 有一个highway给你 但是你没有方向去 你就会 好像落单了 你知道吗 这个是我现在 面临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 我虽然是 很正面 但是我的观念 也是很正面 但是就是 行动那一边 然后我有时候 我只会 会有一点 很淹雨 很慌乱 有时候我会怀疑 我自己到底 我自己是不是 行还是不行 所以我 我还没有分享到 我上个 上个CG cleanline的效果 减了3.7公斤 这个我要先分享出来 我是很 follow cleanline的整个过程 我做到减重 下了3.7公斤 我也是很被我自己骄傲 因为这个是 没有人可以放到我的 我自己要帮我自己 然后我自己要踏出我自己 又不要框框在那边 我发现我自己 又开始要面子回来了 你知道吗 我现在又开始 着火压没了 所以我现在 很需要大小伙伴 来给我很多的提供 当然我知道 信念很重要的方法 跟信念 当然是信念很重要的方法 你有了很好的信念 你就会很多方法 去做你要做的东西了 我们真的是 我们有很多 incentive可以去的 其实25cc 要去could 还有我们要去 明年的Vietnam 要达到local trip 还有很多activity 这些目标 其实是在Forever 是很好玩的 很好玩的一个事业来的 然后我刚刚有看到一本书 我要跟你们大家分享一下 人生就是一场交易来的 就是不断的销售的过程 其实我们在做每一样东西 都好像在销售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否认 不是没有办法否认的 但是成功的销售的基础 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面 信任又建立了在了解的基础上面 所以我们若想成功完成销售 必须让顾客相信我们值得信赖 然后才能打消他们对价值的怀疑 确保他们相信所花的每一分钱 都是值得的 这个是很重要 我们要让对方去相信 我们所讲 我们分享的每一样东西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很付出 我的顾客来了 所以我真的是很简短的分享 所以我会继续的努力朝我的目标去 我的目标是要设立 要完成25cc 这个是一个 5cc我完成了 但是我刚刚看了我的组织 组织里面还有9cc 包括我的XCC 还有9.3cc 所以是 一个很挑战的东西 我要知道我自己要什么东西 我要达成我的减重目标 我要达成我的 for ever的incentive 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目标 然后我要让我自己变得更优秀 更错越 这个是Sean刚才分享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东西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Irene 真的很蛮感的 她也是会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很多时候讲真的 我记得上线时长跟我们说 就是forward生活化 生活就是forward化 很多时候再想一想 我这样子Irene就想 我就想起 我第一次上VIP的时候 我讲真的 那时我的收入才350块钱 但是上线没有去考虑我的能力 我的bying power能不能够 但是因为我自己要 所以他也是CP 也是closing 结果我就不懂怎么挖了那笔钱出来 就上了这个VIP 想象一下如果当初 如果是上线师傅他心软 或者是他不敢做closing的话 我的人生就不会改变了 所以当我们做closing 我们想这个东西就是 对方需要这个forward的产品来改变他的人生 对方需要 需要forward marketing plan来改变他的人生 我们讲的想法就是对方有需要 而不是我们需要他 别人需要我们 我们就很敢去closing 但是如果我们是觉得我们需要他 我们closing就会很硬 所以一个想法 一个reverse thinking 就想到对方需要我们 对方需要forward产品 对方需要的 forward的一个事业 对方需要BI的这个系统 所以这个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去 如何做一个closing 更有效做一个closing 更有那个 实场更有吸引你做一个closing 好时间现在交给小天或者是Jobis 来你们在吗 Hello morning morning 大家早上好 so我今天要分享就是说 我很感恩哦 昨天其实 因为这几天我在处于一个减脂的状态 所以我就叫我家婆帮我煮两粒鸡蛋 所以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就看到有两粒鸡蛋 然后我老公也帮我去买好了我的鸡肉 他就叫我等一下回来自己处理 等一下他已经出去运动了 so在过去的一个星期呢 我们就有跟几个朋友meet up 就是我们一起 我们的meet up可能不是为了 就是要做sales还是什么 我们其实就是想要连接 那个连接回我们的友情 so我就跟我老公 还有他朋友一起去游泳 一起去爬山 然后还有跟我朋友一起catch up so from我的朋友的conversation里面呢 我就知道我们的另外一个朋友 他在MCO之前呢 他做了一个compress room 他买了三间物质 然后他并不知道他那间物质在哪里 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就是什么样的物质 他都不知道 so他就在今年新年的时候就收到了律师信 银行信应该是银行给的信 就是他欠了两个月的就是物质 so他这个物质呢 他又不知道在哪里 然后他又欠了钱 so现在我这个朋友他只是一个打工主报 然后也很帮 就是很庆幸他现在有一个很不错的老板 所以他这个不错的老板就有帮他 在解决这件事情就是要帮他 打理这个物质 因为他们之前买这个compress room的时候 就说什么有management会帮他租掉这个物质 然后他现在拿回来打理了 所以他现在我听我的朋友讲 他越现在一个月可能要供到六千以上 可是他薪水只有三千块 所以我不能想象他现在是这样子的 这个人他给我一个 就是他已经是第二次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了 所以他第一次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是之前mco的时候有那种什么上网交女朋友的 so他就交了女朋友 然后他就一直打钱出去给人家 然后他就欠了二十千的那个card loan so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他这是第一次 这是第二次嘛 然后我就觉得他真的就是很贪心 心灵很空虚 然后跟他很想要快钱 所以赚快钱真的是害死很多人 所以外面我一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就问我老公就讲 怎么这个世界上有这样子的人 就是一直想要赚快钱 怎么好像Forever这样好的平台 每次我们去跟人家讲 人家又听不懂 可是说这个赚快钱 其实不是真的是要快 我觉得是要赚的稳跟够远 如果只是赚了快钱 并没有 只是达到一时的快乐 并没有带来人生长久的利益 所以我们不是只是为了要赚快钱 然后才在这个平台 所以我跟我老公就是 现在开始我们就是计划我们在7月的时候 要达到F2D 然后我们要买新车 但是要给我们自己的奖励 然后这是我今天的分享 不论我老公有在吗 如果有他有在的话 他可以出来分享 Joby 有有有在我在我在开车 但是我也是想分享一段小小的故事 ok就是我有跟我朋友cash up 就以前因为以前我是做property的 so我的朋友呢 他也是做property 然后他以前是under我的 他是一个很好的兄弟来的 so after that 我MCO 我就去创业了 so我就跟他讲 我没有做了 就叫他自己去带那个团队 then我也很庆幸 为什么我会提早离开property 是因为当时我看到的 这个property的未来 就是他这个industry 他的未来没有这样乐观 就是他不是一个像Frey 我这样越做越轻松的一个工作 他是要不断的去recruit人 不断的去做 而且他是不能听的 因为只要你听的话 你团队可能随时就会闪掉了 so这个问题是我在两年前 我就佛心导的一个东西 因为他的product跟我们不一样 forever product是可以repeat purchase的 但是在property来讲的话 你要找一个人repeat purchase 同一个就是跟你repeat purchase property的人 可能100个里面 只有一个人可以做到这样 而且他不是可能每年跟你买 他可能只两三年跟你买一次 这样的话 当你做不到repeat purchase的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的structure虽然是对了 但是你的product错了的话 你是view不到passive income的 对我来讲 所以我就有问他 当时他MCO的时候 他就做到还不错 他有跟我讲 他连续6个月都有过2万多块的收入 到了今年我就去问他 因为我看他的energy可能不升好 我就有去问他 你最近还好吗 你的团队怎样那些东西 他又讲 他带的人已经跟他一样level了 这样他抽的钱就比较少了 然后他就讲他现在以前是大概2万 但是他现在一个月收入average只剩下6000块左右 5到6000块 我就讲这么很像带了人过后反而你赚的钱更少 一定是他系统出了问题 就是他不是个build来去带人的一个系统来的 反而是去做休息的系统 你带人反而带到这样子你苦过后 你赚钱更少了去 这样带人的这个意义在哪里 就是他不是一个win-win的situation 他是一个loose win的situation 所以这个structure对我来讲是 我以前看到的东西是我很庆幸 我提早离开来去适应一些新的环境 去找一个更多的系统 所以我就看了这个系统 就是forever的系统 我觉得很棒 它是一个让我们可以做到越做越轻松的一个事业 就是可能我们一开始看到钱不会快不会讲大 但是长远下来我看到我的目标是 我是可以达到 而且我是可以拿到越到生活的 当然像我老婆讲的 我们也是有去设了一个目标 就是我们在今年7月的时候 一定要达到F2D 然后我们要去买我们第一辆branded card OK 所以就这样 今天是我分享 谢谢大家 OK 多谢了 Jobis小天会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师傅他一直强调 就是要我们做什么呢 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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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想象一下 可以想象一下 OK 当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perspect 他在别的行业 他们也是 他们对博物的感觉就是 卖产品 也是做买卖 也是做销售 很多时候就是他们可能 他们做到行业 他们想象就是 我有一个passive income 但是往往他们感觉 能够做到passive income 为什么做不到呢 因为他们没有system 没有system 所以一个很好玩就是当我们会卖系统的时候 给这个人如果看懂系统的话 他会捉紧的系统 可能因为他已经有能力的 他会卖东西了的 他会卖东西 可能会带团队 他只是缺少的就是一个系统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跟他讲forward 刚刚讲marketing plan 对他来讲forward的产品 在marketing plan和别的传销公司没有什么分别的 但是如果多了一个BI系统呢 就完全不同的境界的 所以卖系统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对 compressment真的不要开玩笑 但是现在已经 银行已经把这个东西疯掉了 因为是蛮可怕的 会真的蛮害死蛮多人 因为不是今天topic 就不要不要我就不要深入了 ok好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郭顺来 郭顺交给你 哈喽 大家早上好 Good morning MBM Sean ok so 今天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什么 要分享就是前几天 我去 就是 关丹的一个地方 吃鸡饭 叫妖盖楼 so 呃就就在我们order东西的时候啊 突然间那个auntie跑过来什么 跑过来哦 就跟我讲话 哎呀 哎呀这个啊 这个卤会我都有喝啊 哎呀哎呀这个我有喝咧 哎呀 他讲是呗 他讲是呗 他在怀孕的时候啊 怀孕的时候他就已经是 呃在喝这个卤会了 所以他生出来的baby哦 是很白的啊 那个auntie讲到我很兴奋的啊 哈哈哈 讲到哇 我讲到很骄傲啊 他讲他的baby 击败啊 那个医生哦 看到我的baby的皮肤这样白啊 都都什么 看到我皮肤这样白哦 都忍不住问他 你到底吃了什么来 为什么你baby的皮肤可以这样白啊 然后那个auntie哦 很好笑啊 讲auntie又讲 啊 我都 我都不要 我都不要给那个医生知道啊 我我吃什么 哈哈哈 OK so他就一直讲 一直讲 一直讲哦 一直讲哇 哎呀 那个那个4A1 那个唇膏也是很好用哦 然后还有不知道 还有讲什么了 还有讲几样产品啊 就是还有讲 讲到哦 就是七情六意 啊 然后就是讲到就是 啊 很兴奋的 so so 就从这一边哦 其实哦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哦 啊看到这个auntie 如果没有来做4A1太浪费了 为什么哈哈哈哈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呃 做4A1最棒的地方是什么 很多人觉得什么 觉得做4A1就是要很会销售啊 啊 你要你要做4A1就是要 要懂怎样去卖东西 要懂要学会怎样去做销售 怎样去卖东西 其实哦 并不是 并不 并不 什么事实上 未必是这样子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已经拥有一个 我们要感恩 我们已经拥有一个非常好的产品 我们已经 我们要感恩 我们 我们有 我这么厉害的卢会 OK 一个 你知道那个auntie用了几久吗 我问他auntie 你的女儿几大了 他讲哦 我的女儿已经20岁了 我眼睛也大 哇 就是20年前的故事 他还可以讲到 好像昨天发生这样 你知道吗 OK 然后就是 就是从这一点 就是我们 可以看到 就是一个这么好的产品 用了这么久 人家都还在 挂在嘴边 都还在讲的 就是证明什么 我们的产品 有一个很好的口碑 对 口碑行销 像Sean讲的这样 就 简单来讲 这种产品本身会讲话 就帮了我们一半了 我们来这边 我们不需要很厉害讲的 因为产品已经帮我们讲了 产品已经帮我们讲一半了 好像那个auntie这样子 auntie已经帮我们讲了 那个auntie ok 那个auntie已经很会讲 讲到他的同事 也要给我买产品 知道吗 他的同事 还有他到最后 给我拿 一人拿了两个 一人拿了一个肥皂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知道 原来Forel 还有这么 还有其他的产品 好像美容产品 他们才知道 原来有美容产品 然后他们就对这个 因为对这个 这个品牌有信心了 那个auntie都讲到 这个炉会这么好 他的肥皂肯定不会差的 他就给我拿了肥皂 就一人给我拿了一块肥皂 所以这个我也是要感恩的东西 所以我们要感恩是什么 感恩我们在一个 就是很多 就是我们讲五大步骤里面 其实第三个步骤 就是在讲这什么 亲身使用产品 胜过千言万语 我们拥有一个很好的产品 因为我们自己用 我们就自然会分享 就是那个auntie 都不是在做Forel 自然也会分享 你就知道 分享是比销售来的容易的 根本不需要销售 而Forel根本不是一个销售的事业 它是一个分享的事业 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师傅经常提到 Forel不是一个销售的事业 它是一个分享的事业 就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真的是要感恩 我们的产品 真的是好到会讲话 如果我们的产品不好 我跟你讲够利 你的销售力一定要很厉害 你一定要懂 你一定要学到你的销售很厉害 你一定要 确你的口才很厉害 你一定要有很有口才的 很厉害的口才 你才可以销售 因为那个产品自己本身不好 你要吹吗 你要很厉害吹 人家才会跟你买 你知道吗 而且买也未必会长久 所以这个就是在Forel 其中一个我们讲的 公司产品制度 确意不可 产品 产品也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如果没有这一个 少了这一块也是不行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 不然我们就会变成MLM了 昨天呢 我有跟我一个朋友出来 我其实跟他以前也不是很熟 我还好啦 就是以前我做Red1的时候认识到的 他以前是一个 就是也是一个老板来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 他原来经历了这么多东西 他当初就是发生了一些 很很就是很不幸的事情 所以跌入了谷底 然后现在又开始爬回起来 然后他有讲到就是去年 他有有玩一个叫Money Game的东西 Money Game就是顾名实义 就是拉人头罢了的 没有产品的 很多时候就是跟你讲 这样子可以赚多少钱 对就是玩金钱游戏 可以赚到钱赚到快钱赚到很多快钱 所以他讲 哇那时候放了多少钱下去 然后放了应该是最少有30千以上了 然后每个月都有 每一天不是每个月 每一天都有 一开始千多块到两千多块三千多块 其实那时候他过着的就是快乐 快乐像神仙的生活 每一天就是做工都没有心要做了 做工他的所有的生意 他这样辛苦建立的生意 都没有什么想要做了 然后因为 你每一天你知道你有这个钱 你就花钱了 像卢花水这样 就买bag 带他女朋友去玩 这样那样 就是花去粉就对了 那钱粉粉粉粉 到最后其实 他拿到回来的钱 他全部也是花光了 因为太容易了 钱来的太容易了 你不会珍惜了 然后就花花花 他到最后 其实到最后也是没有 因为这个东西根本就是骗局的 他不会长久的 所以到最后 我怎样 到最后爆掉了 他那个MLM我爆掉了 所以到最后 他自己本身也是 没有基本上也没有收到钱 你知道吗 钱又花光光了 没有收到钱 然后自己的生意 也要重新 要再重新来过 变成 你知道我们如果去打球 我们去打球 我们打到很hot的时候 是我们状态最好的时候吗 当我们下场休息了 休息了半个钟 身体冷满了 你上场再打 你打不回那个状态了 一样的 他做的生意要重新start过那个engine 然后又要重新再来过 所以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一样东西就是我们 我们千万不要想着 就是要天上会有馅饼掉下来 然后不要 世界上是没有免费的 没有免费的午餐的 所以我们做Forever也不是免费的 我们也是要付出的 我们是付出在前面 好不好 这个是一个鲜苦后田的一个事业来的 就是好在什么 我们前面好像在种榴莲这样 我们种到榴莲树长出来 每一年那个榴莲掉下来 一个Mercedes 一个Bungalow 这个才是我们要的生活 我们想要的生活 也是要付出的 就是你想要 就是坐在那边有榴莲掉下来 要有天上会有榴莲掉下来 会有Mercedes掉下来 会有Bungalow掉下来 我们也是要经过付出的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带给大家的东西 希望就是可以帮助到大家 然后一样东西就是 就是目标要很清晰 然后今年 伊兰朝着我的 就是要成为CBM的目标 OK 我的CBM Level 2 OK 一定要完成 然后一定要成为最快的CBM 然后我们要相信 OK 每一天要提醒自己 要重复不断重复的 OK 要暗示自己 自我积极暗示 你要暗示自己 你的信心从哪里来 就是从每一天 你不断不断的灌输 给你自己的潜意识 要重复重复重复的 重复的告诉你自己 OK 你是可以的 你可以完成一切 你要完成的东西 OK 你要讲到你自己都相信 就好像 你每天看广告一样 那个电视机每次打广告 我记得牙医都推荐的品牌 大家懂是什么吗 每次广告 每次广告出来牙医都推荐的品牌 我就想到SenseDive了 所以以前我不懂 原来Forever的牙膏这么好 那时候因为Forever的 没有在电视机里面打广告 我就是没听听听听听 我没有用过SenseDive了 所以我牙齿流血的时候 那时候我都会以为 那时候我都会觉得 感觉SenseDive就是很好的 因为什么 因为它一直进入我们的潜意识 它一直不断的重复的 进入我们的潜意识 所以这个就是 我最近在看一本书 Think and Grow Rich 它告诉我们一样东西 就是说 信心是很重要的 OK 所以信心是来自哪里 你就是要不断的去 自我积极暗示 重复又重复的告诉自己 就好像那个广告这样 你要告诉你自己 你是可以的 你是最棒的 你是百万富翁 你要到最后自己都相信 你自己已经是百万富翁了 OK 所以当你有这种自信 你做任何东西 你都会发挥到很强的力量 你会有很高的能量 你会吸引到一切你要来的东西 你会有任何 你的计划自然会来 然后你的行动自然会来 你的你要的一切的人事物自然会来 你到最后 你会把这个东西 转换成真实的一样东西 你一定会达成 所以我相信未来的我 一定可以成为什么 一定 我相信我自己不是 我来这个世界上 我不是普通的人 未来的我一定是非常厉害的人 OK 未来的我可以影响千千万万个人 OK 我可以站在世界舞台上面 影响千千万万的人 然后未来的我绝对会是 Forever的GLT 未来的我绝对可以成为世界的套 谢谢大家 OK 我的分享到这边 拜拜 好的 谢谢 真的 有时候 Fake it before you make it 我记得在从这分红的时候 我真的有发梦过 金拿在那分红支票 看不到 amount 就站在那个国际舞台 整个原型的舞台 有没有实现 真的实现的 现在呢 我也发梦过什么东西 有一次我们发梦 我发梦到他醒了 我跟我老婆讲 我发梦我们变成GLT 和师傅站在一起 很多GLT站在一起 又是那个原型的舞台 所以呢 会不会实现呢 OK 你不相信没有关系 我相信就好了 我们相信 我们就往前冲就好了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从 OK From Good to Great 好 现在把时间交给维娜 她等了很久 来 交给你 大家早上好 这个国际 我每次骗人的 他每次讲 我讲到最后 最后 他还是很多东西讲了 OK 因为他非常的积极 谢谢 谢谢我们的双唱线 今天又见到你了 这两个礼拜 一直见到他做host 是一个超级棒的 一个我们 就是一直看着他 怎么样去成长 然后也是我们的一个 很好的学习的对象 那么再来一次 我是伟娜啦 我是来自关丹 我从2007年 就开始用Forever的产品 然后2010年呢 就 开始做Forever 到现在为止 然后我今天的心情呢 就是每一天的心情呢 就是很幸福 OK 我每一天 为什么我会觉得 自己很幸福呢 我一点点的小事 我就觉得我自己很幸福 为什么呢 因为我身边有一个 让我很幸福的人 这个就是老陈 OK 他就是冯林 我每次我们都会 就是很感恩Forever 让我们有 共同的去经营 这一个婚姻 然后这一个事业的 一个很好 很好的一个 一个机会咯 然后我要感恩冯林 就是当初 因为他看到Forever 然后在跟我做朋友的时候 他已经 他已经是 没有放弃过 跟我分享 关于Forever以后的趋势 然后呢 那个幸福感啊 你会发现到 你看到什么 你都会很幸福 很快乐的时候呢 那个是真正 你重新 心里面可以感受到 然后你会可以觉得 你见到什么人啊 你遇到什么事情啊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 OK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觉得 没有这样的feeling 我觉得我们 我是怎么样学习呢 我是从观察 我是观察自己的 那个情绪那边开始的 我学习去观察我的情绪 当朋友说不要的时候呢 我去观察我的feeling 当我去观察我的feeling 还有观察他 他的举动的时候呢 我get到的东西是 我不懂我要怎么样去讲啊 OK 所以你们要去观察 我们学习去观察 我们的那个emotional emotion OK 然后我要分享的东西 还有呢 就是我很感恩啦 感恩 感恩整个team的 那个正能量 还有积极度 OK 从刚才 Evelyn这么爆的 OK 这么爆的一个蜡 有没有 每次他讲的东西 都很骚的 然后 很感恩大家啦 然后 我要share的就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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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有三个 OK 有三个 non-manager 正在坐着clean line 然后这三个 non-manager 都是老师 OK 然后我follow他们 他们今天是第二天啦 刚才早上 有一个老师跟我讲 我头很痛 另外一个又讲 我头很痛 所以你看哦 老师真的是压力很大 老师很不够休息的 所以我真的是很 我的使命就是要帮 很多很多的老师 找到他们自己要的 那个人生 而不是帮他们 拉他们出来 如果他们是不要的 你是做不到的 OK 我们的工作就是 我们分享我们的live 分享我们有的机会 然后看得到 还是看不到呢 不由我们来决定 是由他 还有上天 要不要开他的那个新门 来接受 来去改变 然后呢 他们就有其中一个 就跟我讲 我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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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把所有东西 偶了 当他message的时候 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当 我们是一个新人的时候 我们看到 哎呦 惨咯 我的这个好朋友 我的customer 他clean了第二天 他偶了咧 然后我们可能会幻想到 可能他已经放弃了 可能已经 他已经会责怪我了 对吗 如果你是一个新人的话 可能你会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我告诉你 我们不可以有这样的想法 OK 然后我就问他讲 你有没有在上课 我可以call你吗 我直接call他 我call他的时候 哎他很 他是一个 呃 他的那个语气 不是讲 哎呦 我很惨什么 不是 他就讲 哦 我玩出来了 他就讲 就很开心的 这样的讲 我讲哦 没有关系 如果你啊 你还忍得住的话呢 你就 呃 继续下去吧 他讲 哎 我好很多了 我头没有这么痛了 然后你可能 我告诉他 可能就是因为 他的胃胀风啊 因为我是胃胀风的人 所以我非常的了解 他的那个感觉 OK 然后我就教他要怎么样 然后他都很可以accept那一种 OK 然后呃 就很期待他们三个的 这个result啦 最重要就是可以帮到他们 呃呃 就是轻体 进化那个身体 轻体的那个result出来 然后啊 然后啊 昨天我就有跟我的小组啦 华人的小组哦 呃 华人的小组 去做一个coaching啦 然后呢 其中一个他讲他呃 呃 明粹啊 明粹 不懂有没有 明粹应该有在这边 啊 我们要拉他出来讲 他又不要分享哦 不过我分享一点啦 他讲他就回来 KL的时候 他就分享跟 他的 他的呃 prospect分享的时候哦 就有讲到那个 成什么什么 燕的那个 那个产品 OK OK me 什么什么 那个product啦 OK 是很贵很贵 他就分享说 呃 forever的是比较平民 就是价钱比较公道 而且他说 如果那个产品的话 有多少个人是可以吃长久 因为是很贵很贵的嘛 然后他就讲哦 你们的那个产品是 呃 Ferrari的 的的 类似就是Ferrari的一个比喻啦 就很贵 然后又很好 但是我们的也是好 只是说 我们的那个价钱 比较 比较 呃 比较 reasonable 然后我就告诉他说 我说改次 你们就说 我们forever的产品哦 我们的炉灰是 Ferrari的quality but我们是BMW的价钱啊 这样子 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 呃 就是说 其实forever的产品 是真的是很好的 只是说 有时候因为他的价钱 让人家觉得 哎 不是 不是很up test那一种 有没有 ok 所以我们就换一句话说 我们就把它说成 他是forever产品是 Ferrari的quality but他是BMW的价钱 这样子来 来比喻 所以呃 我就看到这一组人就 非常的好啦 even呃 有一些是刚刚开始 去分享的话呢 他们都会 一直不断的在学习 如何去呃 如何去分享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会有一些activity啦 让他们越来越有信心 然后呢 让他们越来越会去做一个closing 所谓的closing 刚才那一个 Irene有说到 他每次都很怕会closing 我也是一样的Irene以前 尤其是我对我认识的人 我更加怕去closing 很排斥啊 那时候啊 但是呢 我对呃 陌生人的话呢 我是没有排斥去closing的 ok 啊 我们直接closing一个 fileCC我们都可以的 对陌生人 所以那个时候啊 我们就呃 就是念到 然后我的那个呃 伙伴他就问 哎 到底什么叫做closing closing就说成交 就好像你要签一个人 你讲了GEP过后 你讲了那个市场 我们的那个什么计划过后 制度计划过后 你你为什么要去讲 你讲就是呃 就是希望他能加入 我们一起 来改变吗 对不对 所以当你要 做一个closing的时候 就是说你要问他说 呃 这个 这个表格 比如说你有表格的话 你帮 我帮你填 还是你帮我 你自己填 ok 啊 我有那个app的话 我会跟他说 哎 你你给我 你的IC还有资料之类的 我会列出来 然后我会帮你填 这样子一个 假释成交的一个 一个东西 然后呃 你你做了几次过后 你会感觉到 哎 很smooth的 其实 没有什么的吗 如果他reject的话 我的心态就说 如果他reject 其实他不是在reject我 他是在reject他自己的机会 他在reject他自己的健康 啊 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我们的那个心态要改变 当你改变那个心态 你做起来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很轻松 很呃 没有那个压力的 非常的轻松 不要就不要next ok 因为我要 我会把我的时间放在 有需要的人 要改变的人 要更健康的人 然后呃 最近呢 就是我等一下要去 解读一个验血报告 也是亲戚的 以前很多亲戚都会呃 就是不要啦 也看 看不起的 的 这个产品 现在呢 都陆陆续续会直接来PM我们的 啊 然后呢 这个亲戚他是也是50岁的人 但是他的那个人脉是很广 然后是很attest的人 ok 所以呃 do i can say ok 呃 this year cbm 1500箱 然后呢 我也是目标设立 ok 我的income呢 一定要超过 25 二十二十五 二十五 二十五千 ok average 二十五千 ok 我 最少呢 今年一定要做lcm ok so 谢谢大家 thank you 好的 谢谢维娜 对 心态而已 不要想太多 ok 对方有他选之前 只是我们做我们分享就够了 这个 对的 就来 不对的 就 送他一个字 next 很简单而已 好 不浪费时间 把时间把麦交给我们的 不懂是新郎哥呢 还是新娘呢 ok来 你或者 stephanie 来 嘿嘿 没有惊喜嘞 嘿嘿嘿嘿 啊 来 有没有人看过这个 啊 ok 要的打一个E 要的打一个E 我看有多少人在听哦 很多人进来zoom啊 没有听的哦 只是在放猪 交代哦 点名吧哦 对不对 yes ok 所以啊 所以啊 要打一个E 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吗 啊 ok 所以这个哦 就是 Forever最新的产品啦 然后很多人都没有踹过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Forever Collagen ok 过后才跟你们分享 ok so真的是从英国带回来的 所以真的要非常感谢她 so Sarah也在线上哦 我们有请Sarah跟我们分享一下 谢谢 来 Sarah交给你 Hi hello hello 你一下子啊 等一下 然后笑 ok 可以 so我是Sarah 我首先我要很感恩啊 很感恩整个团队 然后还有很感恩 Ali咯 Ali每一次哦 我有求他必应的 有求必应的哈 然后 嗯 我想要分享一下 就是在这一个星期里面啊 这个星期里面呢 其实呢 我有 去找我的朋友啊 就是好像啊 Kokson交我的之前呢 他跟我讲要开关线 所以我每一个人呢 我都有去分享 其实我去分享的时候 我每一次我都会觉得很怕 因为我很怕哦 人家就讲哦 哎呀 这个Sarah 又做MLM了 又去做这个MLM 又做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其实是因为我做过很多不一样的牌子嘛 不一样的东西 这样我就知道他们的那个 呃 他的里面的东西啊 好像marketing这样子 so 所以呃 我就 也是有分享啦 但是很surprise的事哦 我的身 我分享给身边的人是吗 身边的人其实也没有很抗拒我 而且他们 大多数都是说 哎 其实这个Fireware产品我有喝过的 我有用过的这样子 所以无形中我在那边呢 其实也是有拿到seals的 这样子哦 哎 哈啰 有吗 有有有 有啊 对对对 所以无形中其实我也是有拿到seals哦 而且还是 还有repeat order 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一个是呃 心魔啦 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先改 改掉我们自己的那个心魔 我们不要先去 讲 觉得哎呀 人家是会排气啊 还是什么 其实人家没有的 而且大家都很愿意听 很愿意 很愿意的去听啦 这一个东西 这样子哦 所以我的target呢 是我想我要在四月我要做到supervisor 这样子 这个是我的一个target啦 yes Hello Sarah哦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收到那个英国的包裹的感觉吗 对不对 收到 啊 那一个的时候呢 其实 是非常的开心 因为那天呢 其实我是要出去了的 然后呢 我就一直跟我的朋友 pust point 又pust point 那个时间 就是为了等着一个包裹 然后我一收到包裹的时候 我有很surprise 因为 整个包裹 其实before我回来 before我收到的时候 我有在想 我要拿到那个mango 我要怎样寄回来 因为我很怕那个 它漏掉啊 还是什么 但是也很surprise 整个包装是很完美的 我觉得公司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贴心啦 所以它的整个包装是很完美 有一个盒子包住的 它是完全不会爆的 不会有爆的这个问题 这样子哦 然后我喝的时候也 很好喝 比起我们的那个 就是我的女儿啦 我的女儿也是很喜欢喝 她差不多 喝了一半去 那个mango 啊 这样子 耶 so很多人是没有try过mango的哦 包括Sean 我看到没有try过mango哦 哈哈 没有哦 你是第一个好不好 OK 所以 还有什么分享吗 谢谢你 Sarah 还有 就暂时到这边吧 好 加油 OK 我们 Supervisor见啦 OK 所以我的视频就到这边 谢谢 谢谢 谢谢Sean OK 谢谢你 我真的没有试过mango 真的 真的 真正在讲一讲啊 我想立刻去买 买几列mango 然后卤会这brand下来 自己pain一下自己 对 做forver真的很爱很爱很爱 很爱forver的产品了 真真的 OK 他对啊 虽然他不是神药 但是我们一定要很爱 不好的产品呢 呃 人家才能够感受到我们的那种 对产品的热爱那种热忱呢 就很大的一个说服力的 OK 好 现在把时间交给Rachel 来 哈喽 大家早上好 OK 其实我们虽然都分享过好几次 但是真的每一次要轮到自己的时候 你会丁跳会加速 还是会很紧张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 每一个人都一样 不管他 就算做了forver十多年 可能都会有这样子的激情 所以在紧张的 大家你们也是要觉得 这个是很正常的东西 但是只要你一开mine讲 你就会讲话了 所以就要让自己打开mine 去开始讲 OK 第一点我要讲的 就是分享的一件事情 就是 其实我在3月20号 谢谢Erin 我3月20号 我开始拿了一年的假期 然后因为我自己考虑了很久 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办法去兼顾 然后我自己也放不开自己 所以我就做了这个决定 而且这个决定 是我的40岁给自己 一个一份礼物来的 因为上班场 我们可能为了很多人付出很多 然后我们都是一直在考虑着别人 但是我想要我的人生的下班场 是为自己去考虑 所以我们讲 我们的40岁就是我们的一个人生的下班场 你要开始去想自己要些什么 自己 自己 就以自己来想 所以走教育 其实是我很喜欢的东西 教育孩子也是我很喜欢的东西 然后 其实 但是我们做的教育就好像之前 有讲过 难道我们在Forever你们不能做教育吗 我们一样能做教育 我们的对象不同 然后既然说孩子的话 也没有问题 因为我现在打好我的基础 等我的基础打好了之后 以后我可以去任何的地方 讲故事给小孩子听 到时候呢 我就不需要做很多一些负面的东西 去带去影响着我 然后我可以做我很想要的东西 可以做得更快乐 所以这是我的想法 也再来 第二呢 就是 昨天我们开了 像维娜讲的 很感谢维娜就去开这个会议 然后呢 这个会议真的是一个非常能量的 因为这几天一直往外走走走 然后 昨天回到家 其实这很疲累很疲累的 但是开了这会议的时候 你真的感觉到自己 很energetic 很开心 然后很感谢师傅 也抽时间进来 因为师傅真的不要小 跟他师傅的能量 他一进来 我们就整个好像 又在充电的那种感觉 所以很感谢 跟我一起在努力的 我的伙伴 我们一定可以牵手 向前走 我们一定会更好 只要我们不放弃 我们一定会更好 然后我自己本身讲真 我真的是用这几年的时间 去看这整个事业 然后以生意 以系统 以文化来讲 他给我越来越有信心 以产品来讲 他非常的有效 你想一个产品 能够给癌症的病患 有一堆一堆的见证 我们还要去质疑他吗 就好像孙讲的 我们真的很爱 这个环境 大家听到 我们很爱这产品 所以 我当然 我会有经历 低潮的时候 但是呢 我也感谢维纳 时常提醒我 做Fight CC 所以我这几年呢 我虽然没有很棒的成绩 但是我一直坚持 把我的Fight CC做好 所以当我们在做这个时候 我们一直走的时候呢 我们呢 其实 我们不要停下 虽然我的业绩没有很大 但是 我一直在增值自己 所以你不要停下的 增值自己 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呢 你就马上能派上用场 不管是建产品知识也好 制度也好 所以我遇到 现在我遇到任何人的话 我可以很有信心的 去讲这产品 因为我不断不断的在 去了解我们Forever的产品 然后呢 很开心啦 就是总之 我们遇到任何的人 不管他say no也好 不管我们 我们不成交也好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其实我们的内心在 在成长 我们在增值我们自己 所以那一天 我们一定会有那个收获的 所以这个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东西 所以时间有限 我就让给大家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Rachel 对的 有时候 我们也不需要太过刻意跟人家 做一个比较 真的是我们把我们内在的那种能量 内在的功力慢慢慢慢的累积 一天一定会有一个大爆炸的 大爆炸的 这个真的是我内心所要说的 厉害吗 一开始真的不厉害 现在厉害吗 也是不厉害 但是都是以前累积 慢慢来的 对 所以我是觉得 维纳前的队 是时候提醒Rachel F2D了 OK 最后的关键 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MDM Alex 来 哈喽 大家早上好 首先要恭喜Irene 你不是 我们想 不是F2D 应该是CBM 因为我看到你的 你的五官全部是 belong to the Saman bonus 那个level的 OK 为什么呢 因为师傅讲过 我们不是去看人家 是有什么background 打个 比如我 我相信 我相信大家 都有看过 COG 对吗 OK 你看一看 如果COG 你看那个COG 那个师傅 你看一看下 那个苏文空 还有猪八戒 还有那个 那个杉杉 那个杀杖 你觉得他们四个里面 谁最打的 一定是苏文空吗 问题一个问题 为什么苏文空 不能够做领导人呢 因为他的那个emotional 他很 他很 这样讲 很 很冲动 然后他不能够control 但是 你讲他打 他可以 很打的 他可以 打前锋 他可以打什么东西 都没有问题 问题他不能够 我不能够 可以做领导人 为什么 因为他的 不能够空住 然后第二 就是猪八戒 猪八戒 你讲 问我 猪八戒 是不是很厉害 猪八戒 是天旁 听捧云水 对不对 他的level 也是蛮高 但是他也不能够 做领导人 OK 然后那个沙珍 你问他 只是你讲什么 他就跟着什么 如果你问我的话 整个COG 你问我 他们的人 不是很hansel 又不是很unic 但是他可以 让到全世界 会记得这套戏 基本上是给我 看到一样东西 那个师傅 什么都不是很厉害 但是他的那个 只是他跟你讲 他卖什么 他卖 我们就要 去损塞 就是我们卖BO 就对了 对不对 如果今天 你厉不厉害 那个不重要 因为就要你的 一击 就是你的 你的那个 是很 很focus的话 我可以跟你讲 有一天 有一天 你肯定会找到 你的身工 肯定你会找到 你的足夸 也会找到 你的杀针 但是最重要 你想想看 有时候 那个师傅 那个 那个 统三种 他进入 这样多 多多 这个 我们想这样 多的事情 但是 我觉得 最难过的事情 就是那个 他有一次 他跑到 这个 你国 你国 你知道吗 然后大家都 有看过 这个统三种 去到你国 那个你国 那个黄上 他就跟 统三种 很简单的 OK 师傅 你现在不要去 损塞钢了 可以 你现在跟我结婚 我就给你做国王 然后你就可以 可以manage 这个整个国家 你有钱 有什么东西 全部都可以拿到完 你不用去烦 为什么那个师傅 他还是讲 什么一句话 sorry 我很明白 你要是什么 OK 然后最重要 他跟那个女王 讲什么 他讲 这个东西 有时候 不是长远的 是可以短钻的 只有 只有什么是 长 就是 就是他讲 他可以得到 他心里的东西 就是他要去 锤塞钢 OK 然后他就跟 女王讲 OK before他到 这个东西 你觉得他有 很多的 很多人 讲 不好的东西 所以 通三种 走过 什么 他有一个国家 忘记了 他有一个师兄 跟他讲 你一定做我的 brother 因为你回来 就可以做一个 本大的 他就跟他讲 很简单 他讲 你不用去烦 你回来就可以了 你觉得他去 吹塞钢 的时候 你觉得很多人 跟他讲 negative吗 很多 他有一个困难 但是到最后 他也是可以 取到这个 圣经 回来 为什么 因为 他相信 如果他不能够 相信自己 可以做得到 谁还可以 相信他们 因为他带出来的 东西 就是要给我们 知道 今天不管 你厉不厉害 因为有一扇 比一扇 搞 今天你有多厉害 也是有人厉害过你 今天 你很帅 也是有人 帅过你 我哥 人生就是有 起起落落 跟他是一样 但是你很了解 很明白 你自己的 总之你坚持去做 就是对 为什么 因为好像 Sean上线 好像师傅 我们不是做两三 我们做了十多年 你觉得我们自己 你觉得我们 没有面对过 negative吗 有 到了不要讲 Dato的level 到我们的level 也是会人家讲 我又哪里可以做 没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清楚 他们要的什么 我们清楚就好 总之你要找到 你一路跑 一路跑 我可以肯定 你可以找到 可能一个 不是只是一个 十五公 可能两三个 对吗 最重要 不要理人家讲什么 因为你是你 因为只有你了解 去取神经的 那个意思 比任何人 就是等于 你们了解 佛罗比人家更多 如果你自己都不了解 你自己公司 不了解你自己的产品 你这样去说服人家 就是好像 同上种一样 他跟人家讲 取神经 取神经 对不对 今天我不管是谁 总之见到人就讲 因为那个 那个三种 就是不管你 整整你要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对不对 有时候 这个东西 是很简单 就是简单的做 简单的相信 最后 OK 心力 就是那个 你赢就是你 你不是要赢 你 我们讲赢全世界 只要你可以得到 你人生的 那个 desire 你要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足够了 OK so that's all from me I pass back to Sean Thank you 好的 谢谢Alex 多谢大家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closing 真的 相信自己 这个是最重要的 相信我们能够从一个很优秀的人 变成一个很卓越的一个人 好 今天我们就以我们的slogan OK slogan song 来做这个ending了 来来来 OK 准备吧 是 No Limit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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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um A Yes No Limit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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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um A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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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No Limit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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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um A Yes No Limit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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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um A Yes No Limit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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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um A OK